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快乐树微草 名字听起来已经很不错了吧 它是草木小型灌木植物 它的气味呢 有点就是前期吧 是浓烈的植物 之后呢又有淡淡的花香气 这是我个人认为 那么当然呢 每个人的嗅觉不同 感觉不同 这款精油呢 我呢 喜欢它呢 这个就是用来的安抚急躁的情绪 那么效果呢 是立竿见油 说到这儿呢 给大家说个小故事 那年呢 孩子刚上初中 我们呢还没来得及搬家 那么呢 我每天呢 要接送孩子 来回呢 要在路上两个小时 那么呢 尤其早上 经常堵车 这一堵车呢 我就刚开始只是着急 那么时间长情绪就控制不住了 总是发脾气啊 另外呢 最后呢 又觉得头疼啊 头重 然后自己测了一下呢 哦 血压呢 是偏高的 那么那段时间呢 因为非常忙 忙的都没空坐下来休息 后来呢 我干脆呢 就拿着这款精油呢 在堵车的时候呢 打开盖 闻一闻 那么很快呢 心情就可以平静下来 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自然了化 所以呢 这个精油的气味呢 用精油气味来养生呢 是非常有效安全的 也没有副作用 另外呢 那么你还可以用精油呢 滴在这个棉片上 或者纸巾上放在车里 那么 男士呢 还可以放在这个 上衣的这个兜里 有条件呢 当然我们坐下来 静下心来 在室内扩香 那么 每天忙忙碌路 为事业 为生活 忙碌路的朋友呢 我们就利用这种扩香的方法呢 既简单 又有效 那么呢 另外一个 还在这个 就是汽车内呢 还可以呢 就是 刷居 在整个汽车里面 活效 那么 闻的时候呢 做一个 几下深呼吸 这款精油呢 对更年期的这个 这个女性朋友的这个 焦虑 紧张 也非常的好 欧薄荷呢 对放松呢 也非常好 它呢 可以提神 这个醒脑 清除 这个热气 缓解头疼 还有罗勒 广破香 迷迪香 这个雪松 乳香 墨药 薰泥草 等等吧 这些叶片 草类的精油呢 对这个 脑部的疲劳 放松 舒缓 不缓 紧张的情绪呢 都是 非常有效的 那么 同时呢 也非常适合 男士呢 这个熏香 就是当香水使用吧 这期呢 就说到这儿 下次见 感谢收看